花博乐农馆入口 慈祭志工亲切提醒 园区参观动线 到处可见到志工身影 平时也在做环保 站一整天也不觉得累 到花博当志工 必须先经过志工训练三小时 还要通过压力测试 整个花博园区 平日需求志工数895位 假日超过1000人 慈祭志工占比4% 主要负责外埔园区 如果单单计算这个园区 有四分之一由慈祭志工包下 救护站或是经营宣导 其实这个跟我们环保 我们慈祭的理念 实际是有相吻合的 所以我们当时 为什么会认养这两个工人 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慈祭是一个团队的服务 那整个在对口上面 其实跟我们可以 有很好的搭配 慈祭志工用心投入 花博半年展棋 付出无所求 大爱新闻的亚平洋俊廷 台中报导